好 后面开始进入 暗音的 大七 拖七 退七六 上六二 这个曲子跟平下论业有点像 它也是运多生少的曲子 除了那个开头结尾的那个泛音 中间都是右手的动作并不是很多 除了特殊的一些地方 是左手的这种银挠住比较多 这个里面走音比较多 中间不需要加 一开始先不需要加什么太多的银 把这些音的那个走清楚了 这个最重要 上到了六二 后面 好 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就是用跟平沙落雁一样的处理方法 就是完全一样的处理方法 前面那个膜 就是大七挑七的时候 这个大七挑七的时候 保留只放在五旋 这个没什么疑问 退 这个就是节奏上处理有点意思 它那个退的 退的那个是整整一拍 负是半拍 再下七六 又是一个半拍 可以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一拍 一拍 半半 是退负 它这个退和负 它那个时长是不一样的 退是 在七挥六分的那个位置是整整有一拍 负到这个七挥的时候只有半拍 然后再下到七六 它们俩合起来才是一拍 然后这个时候 散勾五 所以这个挑七肯定是要放保留只的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看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到了吗 那个明 对不起 这个应该地方应该是明九 我用大九了 大家注意到了吗 这种的 类似这种 那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明九挑七 也是 这是一个一拍半 那么加一个 加两个 两个那个脑 把这个一拍半的音 切成了三个半拍 然后 那么 第四个半拍 就是带七 所以 是吧 一 二 带 就是你看最后面 那个 好 这个是跟那个处理 处理是 一样的 好 我们把这一句弹一下 大家看 我再连起来弹一下 啊 这样一个 一开始这个负 一开始那个是退七六 那个短 负很长 这个地方 在负上有一拍 上到六二有一拍 那这种的呢 大家往往就容易把这个音给弹短了 很容易把音给弹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到后面呢 它好像声音很弱了 或者就听不见了 你就觉得我是不是赶快得弹下一个音了 不要这样做 就是它这边没有了 你要把时间给拖够了 没关系 就是 一拍 六二也是有一拍 放保留纸了 明 现在我们的大指是在五灰六分 而下一个音呢 在七灰 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 就是等这个 它的时间够了以后 很快的下去 就沿着这个弦滑下去 也不用抬起来 沿着这个弦滑下去 滑到哪呢 滑到大概八灰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面这个 大家可以在那标一下 这个要标一下 上面没写 但是大家都这么谈 就是大七挑七 第七小节 那个大七挑七 那加一个戳 那还是要有戳的 所以就意味着 你大指在五六这个 当它这个半拍 结束了以后 你要很快的 你要很快的 就是下到这个 大概比七灰还要往下 再回来 大家看一下 从那个抹七的开始 对吧 我就下到这儿去了 但一定要在那个五六 那个音 在那个五六 把它那个半拍 给确立了以后 才能走 往下走呢 它不属于 第一拍的那个尾 它是属于 第二拍的那个准备动作 所以你不能侵占 第一拍五六的那个时间 要侵占后面那个时间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是把那个保留指 都放到五弦上去了 这个才往下走 因为它是为后面做准备 把这个执法做充分 比如说这个勾舞 这个勾舞这个音 是属于 它是在一小节的头拍上 然后呢 它自己又有 整整又有一拍 所以这个音是可以用 就是这种 就属于 要用那个 弹练习曲的那个标准 来把你给弹结实了 就是 对 你看你的手都放了 都做好准备了 那就是结结实实的 给它来一下 就是 我们前面说 练习曲的时候 弹那个是怎么弹的呢 无名指留在上面 中指 伸直 斜着竖起来 你看 我下一句的时候 我们刚才就是 是保留只在六弦 然后 七弦这个地方是 带起来了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跳跃性的了 就不是说这个手就顺着 就不用移动 就可以弹下一个了 这就跳跃性的了 这个带起后面 大家可以拿红笔 什么画一个树盖 什么的 知道 这地方是喘了一口气 要重新 重新position 重新position 你的 你的手了 因为后面 这个是 鸣七九 勾三 这怎么着 也勾不到那里去 没有办法兼顾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跳过去 这个地方在这 就是 大大方方的 就移过去 这就是 要reposition 就是要在这 要reposition 明七九 勾三 这个也是 你看 这个曲子也是 大量的那种走音 不同节奏的走音 进负退负 一个进负 一个退负 进负 这个进负 也是一拍 退负也是一拍 然后在进负之前 在七九上面 它本身还有一拍 但是那个进负呢 我们做了一个 浮点处理 所以大家看 听起来 是这样一个 一个进负 一个退负 那大家要知道 这个进负和退负 大分别都是 到哪里去 好 这些 以后要能够 自己去补上了 反正开始 简单的曲子 我全都写上 那这个 看真正的补复 看人家 这些大部分 都是不行 所以我们后面 慢慢的也不行 大家慢慢的 也建立起这种 这就是我们 古琴的阅历 是吧 中国特有的 这个阅历 那七九和七之间 是一个小三度 七六和七灰之间 是一个大二度 所以你看这个 七九到 到七 叫七灰 它就是线到线 因为这是一个小三度 而后面呢 那个七九到九呢 是一个大二度 所以你看后面 那个退负 那个地方 它是由那个 由那个尖 两个线之间的 到线 是线尖之间的距离 是并排的两个音 在钢琴上呢 就是并排的两个音 而那个小三度呢 是隔了一个音 隔了一个键的那个音 是吧 所以所以这个 这就是说 这古琴的这个阅历 其实也是很完备 很严格 那七九进负 你看一下那个五线谱 你看 哦这是一个小三度 是一个小三度的这么一个音 我就知道 OK 那这是一个 嗯 是一个 到七灰 看一下 所以那个负 你看负到那个七九 就很短 前面那个进负完了以后 马上就要接着退负 而那个进到七灰 那个音 还是比较长的 是这样一个节奏 好 后面 大七勾四 这也是 有大量的负点 跟前面的节奏 节奏型完全一样 都是两拍 前面是一个带负点的 两个音 后面是 就是对半分的两个音 是这样的 哎 这又出现了 T四 那么它是大七勾四 进负又下到七六 进很短 负半拍 再下七六又是半拍 后面就是在这个 七六这个地方 在T四 是不是又出现了这个 一个一拍半的长音 用两个脑 把它给切成了三个半音 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看的就比较清楚了 是吧 不写的话 大家也要知道 这个地方如果不写 我就写一个 四分之一音符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那也是一拍半 大家也知道 我即便什么都不写 大家也要这么弹 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就是 所以你看 一样的 跟那个平沙路艳 那个地方一样 三个半拍 然后第四个半拍 就是上七 好 后面 挑五 OK 所以你看这个刚替完了 替完了四 就又把手放到了四旋 四旋 这个是挑五 这个挑五用肉音 大家可以在那写一下 用肉音 因为四旋是假音 这个地方就用肉音 好 挑五 进六二 好 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脑 然后就负 加了一个脑 然后就负 所以这个地方是比平沙路艳 又复杂了一点 我们不光有那个两个脑 切三半 还有这个一个脑 切两半的情况 这个就是你看 加一个脑 把这个两个半拍的 就给分出来了 然后在那个谱子上写出来 就是上面有那个连音线的 相同的两个音 就是 在这 在这个六二这个地方 很快的做了一个脑 所以它就又出现了 这个音就好像就切成两截了 所以这个脑就是把一个长音切短 切成各种不同的短法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身这个音就不长 还给它切得更短 再负 好 把这个地方弹一下 再看一下 从前面那 好 后面这 大七 勾四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拍半的音 加了两个脑 因为后面那个撞 是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十六分音符 那个 所以前面你看 那个同样一个音的 就还是一拍半 对的 是吧 然后这一拍半完了以后 再来一个撞 最后也加了一个撞 跟以前的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这如果是不是说加一个撞 而是加一个焰掐起 那声音可能都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音符上都是一样的 是吧 这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我们这儿是 好 后面 大七六 T四 所以这个 你看大量的音用这个 脑 大量的音用这个脑去切 切三份 切两份 切三份 切两份 那最后一个音 我们可以加三个 把它切成四份 把那个两拍的音切成四份 然后最后 就最后那个 再让它就是 再延长一会儿拖下去 就是这样的 好 后面那个大七六 还有T四 在这儿 这是一个双进负是吧 然后 双进负对 再上七 再上六四 双进负对我那个写的位置不是不是最理想 实际上那个你看那个上六四应该是这个连音线的最后一个音 上七是倒数第二个音 双进负呢 双进负呢 是就到了第十 双进负结束 是结束在 第十二小节的第一个音上 你看从七六 进负 进再负 我把那个上七写在那个上面了 这个其实写的不是 我就是为了让那个看起来比较舒朗 看起来比较好看 他并不是说底下那个并不是说底下的那个简字谱跟上面的音一一对应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我的意思哈 对好 就是 两个进负 两个进负完了以后 实际上就是到了第十二小节的第一个音了 那 第十二小节的第二个音是上七 第三个音是上六四 然后第四个音当然就散勾二了 那个就对上了 所以他并不是依这个这个一个一个对上的啊 大家自己要去能对 因为要是这样对上去写不开 那字就得写的很小 很 然后又写的很又很难看 所以也没必要这样对上 大家都大家心里要但大家心里要清楚 好吧 那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你看我就是加了三个脑 这个地方我没写 但是大家可以这么弹 好吧 加三个脑 等于是就把这个两拍的音切成了四份 但是也不要着急就马上往下弹 这个手还可以在这儿按在这里 加一个小的银都可以啊 所以是这样的 就这样就好了 就是这样 因为那脑也不能老加 你要再加多的话 它后面其实没事儿了 然后摩擦的音就有点annoying 所以加个三个脑就行了 在这个地方加三个脑 等于是已经把没有延长的两拍的切成了四份 后面再延长 就是可以用很小的那种细银 这种细银呢 它没有太大的摩擦音 这样子让那个琴弦震动很弱的那个音 还能听见 不要让那个挠的摩擦音把它给遮掩